这件台中的蔡先生请说 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没分你能力 你们国民党四分之三 你们所有者 我感觉你们也没有英文的立委 你们有一天你们也会落台 人民一票一票选择你们 我感觉你们都没有这块土地的人民欺账 跟我们毕竟马英九所做的 你们都是对的 你为什么会对你们在走 我也看不见 但是仪昌案 不管刷英文他有拿多少钱 那些口座你也会去查 那些就改刷了嘛 那你花那些花衣服我看不见 包括你说 我感觉我妈乞串 把阿宾乞串三个月 跟阿宾乞串 他才有做的 做的乞串呢 应该没感觉 好 谢谢蔡先生 来 花莲的戴先生请说 喂 请说 你好 大家晚安 我是觉得说你今天买酒 我昨天看到那个他辩论 他在讲说他没有干涉 这些司法个案 我等一下主持人 是不是可以把它重播一下 你看他大家 大家看他表情是讲得很心虚 然后讲又讲不太出来 然后讲了又稍微顿一下这样子 那其实他事实上他根本就是有司法 一定一定是有干涉的嘛 不然今天我怎么可能 刚刚他在讲说谢长廷 谢长廷都已经选输了 他跟他 他判他怎么干嘛 他只要做 他只要达到 谢长廷没有当选的 那个时候的目的 这样就好了啊 他终 他接下来就是把陈水扁当落水狗 这样打 他根本就不需要判谢长廷的行吗 今天讲真的 你硬要把他扣一个贪污的帽子的话 很轻而易举啦 国民党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百姓能够相信你们什么东西 卢委员 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事情 百姓给你 给你全力去监督执政党 给你全力去监督 这个整个宪政体制 你们既然还在替国民党讲话 你们还在替你们这个施政失败到这种地步 还在替他们讲话 我是觉得你这个立法委员 我很难相信说 这个台北市的人 还能够再继续选你当立法委员 我真的是很难相信 好的 我们谢谢戴先生 来新北市的林先生 请说 那个 大家好 我是那个 大家晚安 我是那个 新北市永和区这边 土生土长35年的 算是年轻选民 我是觉得 在我们这个宇昌岸这个部分 很多很多的人 其实根本不了解 他这个真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是建议 我们民进党的 这个区域的候选人 是不是应该 做一个小型的座谈会 或是说有我们的宣传车 来对这个事情 帮我们的蔡主席 做出来就是说 真正应该 我们确实没有做的事情 要被马英九 要被吴敦毅 这样子抹黑 特别是吴敦毅 我觉得我们大家 应该集中力量 来针对吴敦毅的某些部分 来特别来了解 他们到底是 什么样的心态 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 罗委员 我有一个问题 也想要请教你 其实在国民党的这个 中油砥柱委员里面 你很多事情 都是大炮型的 这个委员 你应该在这个地方上面 应该是 是针对党内的部分 谁为什么要这样子 定调来做这样的事情 硬要抹黑 硬要造谣 来做这样的事情 希望你能够对你们党内建言 另外我特别强调一下 我觉得这次民进党在永和区 这个永和区 其实30个年来 都是这种国民党 拿去的地方 但是 许佑敏 他这次 实在是让人家觉得很清新 就是他的证件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我会蛮支持他的 谢谢大家 好的 好 谢谢林先生 台中的郭先生请说 郭先生您在线上 知识人来面 大家安安 你好 麦英九政府前幕几个月 他的选记的选团 都在里面说米酒 过来就是说 因为他接政后 他们宣讨有功 所以这些诈骗集团的案 都已经严重了 但是那时候我就应该吐槽了 不是诈骗集团的案子减着 是台湾人家 在里面去骗骗 买的都比较正 你要再骗就骗不起了 但是想不到 上星期又有一个 最大的诈骗集团 可以公然把一个民党 人十八月勘过 他才安三月 这次不对 我妈祖部有在保庇 如果这个民党都拿不出来 再来就是说 在美国那些 那些台湾的精英 这些科学家 这些生技的科学家 来出来藏益职援 兵权益职援 是一些 科技那些 最好的地线粉刺 他们来藏益职援 不然现在 小英如果叫他安掉他 不然 这样有的十五岁 说 回给你的清白 那选记就输了 那选记就输了 那是这样 再来我再说一句 就是说 国民党现在的 竞争计都走上去 他的竞争总部 和他立法委员的党团 都乱了 正常的事 不可能 立法委员 在电视上 在这样 用命用教的败类 什么三七 这是一个立法委员 国会议员 他会对我们台湾 中央研究院 厌视 因为他应该 他们两地说出来 跟他立法委员 不断而已 用这样的位置 你给他补用 这对他的算计 如果说有办案 我是实在 不想相信 再来就说 谢谢郭先生 感謝你来 竹东的蔡先生 请说 蔡先生 从三次的辩论会 语音投票来看 三立收视率一台 抵两台 有时候抵到三台 第一次的时候 率是过半 52% 马25% 送23% 国亲合计48% 老马有可能 变成小三 副总统辩论的时候 输是第一 77.8% 林是13.8% 小湖掉到8.4% 这一回 各台都是第一 看好度 是69.1% 马桶是18.6% 宋是12.3% 马是越变越回去了 谎话也讲多了 现在说宇昌案 如果有涉入就退选 这有差吗 因为它铁定会落选的 要保证落选后 不能落盘 不要坐湯 这比较快 从三支小猪革命 激发出台湾人 对政治的热情 从宇昌的栽赃案 触动了台湾版的武昌起义 选民都看得懂的 会敲醒老K的上中 也会扎实的替台湾医师开第一枪 反而是国民党会被一枪毙命 刘易如是有被抓到小辫子的样子 刚做马面 替老K当枪手 为虎做他还不知悔改 将来想要转污点证人 都不够格 肯定会指得很难看 好 谢谢蔡先生 谢谢你 廣告之后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好 欢迎您回到新台湾教育的现场 今天持续要来讨论的是 总统在2008年 有没有收受富邦1500万的政治现金 来看VCR 马总统你究竟有没有收富邦1500万的政治现金 辩论最终回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质问马总统 富邦政治现金怡云主动出击 1500 当然没有啊 我记得在不久前 二次经改案的司法调查当中 有人问过富邦的相关的首长 他们有都说没有 08年的大选 我们并没有捐款给马英九 事实上以我父亲在法院的证词 我想各位也应该都可以去查得到说 他说马英九事实上是拒绝了我们的捐款 马英九跟富邦蔡明忠双双否认 但民进党记者会拿出2010年二次经改笔录 蔡明忠确实曾以证人身份 证实2008年大选捐给蓝营政治现金 蔡明忠在法庭上讲得很清楚 他讲说200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政治现金法已经通过 他们有捐钱给国民党 而且也取得收据 都是蔡明忠本人跟笔录说法看似矛盾 其实稍加对照就知道 笔录上蔡明忠指的捐款1500万给的是国民党 所以现在说没给马英九也没说错 但民进党要质疑 08年马英九已经是国民党主席 就算是捐给党钱的流向却疑似不明不白 到底是进入了你的私人账户 还是进了国民党的账户 或者放在其他的地方 马总统 该是你坦诚向社会大众交代的时候 1500万捐款在国民党跟马英九账户 都没有登录 到底钱去向何方 绿营要求不管是马英九本人 或者马英九主席都应该说清楚讲明白 三立新闻高评文凯成采访报道 好 我们来看今天联合晚报 哇 这拼这么大拼 总统拒收啊 总统拒收这1500万 那1500万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再来看看 刚刚这个民进党发言人庄烈雄 有拿出笔录的内容 自由时报也这个蛮清楚的写到 判决说里面这一段话 97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一家主指的是蔡明忠的富邦蔡家 有捐款给国民党 金额应该是1500万 这笔捐款当时是跟王金平院长接洽的 尤其接手取得收据 有收据 这个捐款是对政党 至于国民党如何使用 不是捐款人所能决定的 这个建本院卷寺第290一页 所以说事情是不是要理清了 不是总统收的 是国民党收的 那是不是不要再继续追杀 马银九 不要叫马银九回答副邦的事情 国民党收的不是马银九拿去用 不是 国民党收了 是要报政治现金 国民党主席是什么 所以我不跟你说 国民党没报 所以我们一直在问 你看大发新闻 问了多少次 他一直问说 你这些钱还是有了 总统说我不知道啊 你们一直问马银九 都要叫马银九负责 总统党嘛不知道 总统没说 有关蔡国强去标什么案子 我也不知道 结果你看今天 胡永芬 那是文化元年的筹划人 他跟盛智人对话 他说盛智人亲口告诉他 蔡国强当建国百年的顾问 是马银九决定的 嗯 说到一千二十 人今天跳出来说啊 表示马银九在昨天的辩论 都讲谎话了 蔡国强的确当建国百年的顾问 就是马银九决定的啊 人家说得很清楚 他也敢说没有 是蔡国强还是蔡国强的学生 马银是不是 马什么 用哪一个 蔡国强的徒弟 徒弟 马银是不是 不是 马有 马有是不是 不是蔡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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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我就不识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刚才说 富邦宴 富邦宴就是那个 像我在做议员 我知道了 我们在台北市又在咨询的时候 第一次问他 你有没有去吃鱼刺 他是一开始就 断然的哦 毫不迟疑 连一秒钟都没有吃 就说没有 他不知道这些鱼刺啊 他们家都吃牛肉面啊 人家一开始说不去吃 不是只有鱼刺而已 家庭人家说 请出来 他说有去 有去 所以我们来问说 你有没有吃鱼刺啊 我们就在那里的消息了 你有没有吃鱼刺啊 他再想一想 有 他知道说 人家跟你说到这样 时间 地点都说出来了 他知道说 除了鱼刺 他才不敢否认 所以马英九是这样的 然后呢 问他几次 做那么一次 你去招待所只有一次吗 我们知道你几月几号还有呢 啊 这样两次 几月几号还有呢 啊 三次 最后你到底几次讲清楚 对不起 我再回去查好了 查查 最后五次 他知道说走不到 人家资料都可以 所以你看马英九是这样的人 但是富邦这个钱 确实就不是马英九收了嘛 可不可以这样说 我跟你讲喔 民进党我跟说所有的候选人 包括党主席啦 超过三十万的政治现金 谁捐的你都一清二楚啦 一千五百万 捐进国民党 党主席不知道 要是这样 只有两个原因嘛 就是说一千五百万太少了 没算啥 大概要一亿以上他才会记得 一个原因是这样嘛 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们都不管了嘛 就那个钱 民进党我跟说在座的候选人 只要三十万以上 大概你都会知道是谁啦 他居然不知道 我在算计啦 捐一万块以上 捐一千块我也记得 捐一千块我也记得 我自己也是这样 他说他旗有收据嘛 只要有收据 就一定要入账嘛 怎么可能不入账嘛 未必啦 收据 私底下的收据跟正式收据不一样 那他要报仗嘛 他假如有报仗的话 那他一定是要正式收据 他才能报仗嘛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那马英九说他拒收呢 怎么可以捐给国民党呢 他拒收 他假如说是建国民党 那他有取得国民党的收据的话 那公民党有谁啊 就是法官确定的喔 不是我说的 这是法院判决书 已经查清楚确定的喔 可是你要看笔入上面 写的是给国民党啊 然后现在蔡明忠又讲说 马英九拒收啊 这好像看起来是给马英九加分耶 齐掌 我不知道 这个扒下去 马英九没有得分 我只是感觉说 法院判决书写了 蔡明忠有冠1500万 国民党收啊 国民党收1500万 富邦银行 小银行 买台北市银行 大大银行 台北市银行 台北市银行吃五次鱼吃宴 没有道德蝦吃 没有瓜田李下 我没有说他非法啦 我同样 我没有说他是弊案 我只是问说 有整半部可以造假与昌案的文件 把蔡英文抹打钱 余事案余事宴 钱都有喔 也收都有 这没有问题 我没有说他违法 他可能真的依照捐给政党 拿到收据或是什么 真正现金 要分几笔 我不追究这个 但是事实上捐1500万 其实就违法了 我现在 我现在假设他都 他拿去 富邦子公司每一间100万 我现在都抵抗他想 我现在都抵抗他想 有很多都是他抵抗他想 我现在都抵抗他想 我现在只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台北市银行 大跟台北市银行 买富邦 小病大喔 就符合你当时打贪腐的条件 第二个 起工吃五次鱼吃 又拿1500万的东西 不管是东西都合法了 这样敢不夸天 我没有说他买法 我没有说他表 这样敢有符合夸天 以下 这样敢有道德的瑕疵 马英九总统说 隔了这么久 蔡主席在问这个 我感到很意外 奇怪 他怎么会自己想说 宇昌岸隔了这么久 执政三年多 跟参技教这样问这个 他怎么会感到意外 他说 这个 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的疑问 蔡主席都可以不用回答 富邦案 社会有这么多 因为这些我刚刚讲都没有 加油 如果我没有造假文件 我都照这样说 可以吗 总统也都可以不用回答 最后一个我要讲 特征组 讲实在话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上面 真的把台湾的司法再度践踏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宇昌岸不是新的案子 如果今天宇昌岸真的有问题 我就一直在说 已经执政四年 特征组不是这四年来 不是没有成立特征组 四年来都有特征组 只因为双基尊一个月 国民党 包括马上我在辩论 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逗指责 質疑 人家现在特征组 借入金下去扳 这四年他没扳 现在下去扳 同样的独立 梦想家 你看 大家社会也很质疑 社会也都很质疑 富邦彦现在蔡主席也提出来 我怎么没有见到特征组 你也用同样的标准 办看看 我觉得特征组这个时间点 来选择这样的一个动作 你找三岁小孩子 叫他出来问说 这样有没有质疑的地方 其他家庭都是在帮民进党 我看民进党很多票都回去了 其实 特征组的介入 他是民进党要求他要保全证据 所以说他怕说那一张 偽造的公文 是会被人家毁灭掉还怎样 那我 那我们今天要讲 我今天就顺着 我今天就 我还没讲 你看你五六七七 你看看那个 你说其他他讲他对 是没有违法 是社会观感的问题 那对宇昌案也是一样 我站在一个会计室 我在整个这个案子看下来 确实是有他的一些瓜田里下 那当然也是没有违法 我一再讲他没有违法 可是有没有观感的问题 为什么同一个时间 统一卖给樱眼娘 就卖十块半 那蔡英文的家族卖 就可以卖十一块半 那为什么呢 不是樱眼娘 那是不是樱眼娘 没有让我偏是一块的 那么多便 你们参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